警察局竟然还赖账 台中县和平分局今年6月份搬迁新家 委托民间的搬家公司搬运 但是业者一直没有领到议定的54万元的费用 催讨无门只好投诉媒体 而县政府坦诚财政窘困 会在支付社福补助款之后尽速的播发 台中县和平分局半年前落成 县长黄仲生还特地来剪彩 不过从6月初搬家到现在 39万9千元的搬家费用 业者却连一毛钱都还没拿到 搬家公司远从台北到和平乡帮警察搬家 以为公家机关生意稳当 没想到除了搬家费之外 连同之前带电的空调工程费用都拿不到 开业20多年来第一次遇到公家机关赖账 甚至还引来批评警察是有牌流氓 在过程当中多少有一点严重的情形 我们也跟厂商致歉过 那最重要的是本日一定会让厂商收到这个款项 警局澄清款项应该由县府支付 不过县府因为发放重阳礼金 以及社会福利补助 没有钱可以支付 现在已经决定会立刻拨款平息风波 不过县的情形